历史上的1636年非常特殊 这一年是大名重贞九年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份 建筑宇甄首领王太极称帝 并把国号改为大清 随后发生了一届 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史称丙子之一 并被韩国改编成的电影《南山汉城》 说的就是王太极律驾清征 攻打朝鲜王朝的战争 想要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 还要把时间倒回到九年前的1627年 当时的王太极是后晶的大汗 为了让朝鲜臣服 并断绝与大明帝国的中藩关系 王太极发动了同样著名的丁某之意 后晶军队进入朝鲜后 一路势如破竹 将当时的朝鲜国王仁祖李宗赶到了江华岛 朝鲜王朝迫不得已和后晶确立了兄弟国关系 并保证和大明王朝断绝中藩关系 王太极随后撤军 可朝鲜国王李宗说话不算数 依旧和大明王朝围来眼去 九年后的1636年 王太极称帝并改国号为大清 可朝鲜王朝却拒绝承认 所以这一年又引发了清朝攻打朝鲜的禀子之意 逼迫朝鲜国王李宗三败九寇俯首称臣 为什么1636年 王太极刚刚称帝 就急于冒着被大明切断后路的威胁攻打朝鲜 难道王太极真的只是为了让朝鲜国王俯首称臣 磕几个头而已吗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 依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南山汉城》 全城高度还原满雨 以及满人的装束 服饰 盔甲 武器等等 比如说满人的辫子 还有在当时看来属于高端武器的红衣大炮 还有可以踏平一切的满人铁骑 1636年12月14日 清朝大军越过鸭鲁江 直逼朝鲜王朝的首都汉城 现在的韩国史学家说 朝鲜王朝秉持着民族自尊心 还有和明朝的邦交义气而奋力抵抗 但其实这种说法是在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因为在1636这一年 距离副守三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贵 向大清投降 并放清军入关的1644年 还有8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此时的大明王朝依旧屹立在朝鲜王朝背后 朝鲜认为大明帝国才是强者 根本不会轻易臣服大清 更何况万一现在臣服大清 以后大明王朝秋后算账 又该怎么办 朝鲜王朝万万没想到 看似强大的大明帝国 已经是千疮百孔遥遇坠 换种说法 如果朝鲜知道大明即将完蛋 一定会赶着向王太极俯首称臣 随着清朝的大军压境 朝鲜国王放弃国都 一路南下逃到南山汉城 留下了立朝叛书 崔吉明和清军将领谈判 朝鲜李中王朝 有立 库 兵 礼 行 公 六朝 也就是朝廷的六个部门 立朝叛书是正二品的官职 相当于明朝的立部尚书 立朝叛书胆识过人 一人屹立于十万大军前 而丝毫没有巨射 等待着和清军将领谈判 清军的将领名叫龙谷大 历史上的真实原形 应该是清朝名将 因而而代 龙大谷见对面的朝鲜使者 似乎很有武器 于是便打算吓一吓他 立朝判书崔吉明 见对面的剑语袭来 仍旧没有丝毫的慌张 反而驱骂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 已向对面传达 这种恐吓无效 清军使用的是满语 并有专门的翻译 现在咱们来听听他们的谈话 我和清军将领谈判 镜头一转 来到一个大河边 小女孩的爷爷 正在冰冻的河面上 给一名客人带路 这位客人可不简单 他是李朝叛书金上县 和立朝叛书催及名平级 都是二品大员 只不过 李朝叛书分管立部 而李朝叛书分管礼部 就在昨天朝鲜国王经过了这条河 也是这个老头带的路 李朝叛书金上县很是奇怪 蛮子大军很快就要来了 你为什么不跟着君王一起撤离 老头回答 我年纪一大把 那些野蛮人不会和我计较 等到蛮子大军到来之时 我可以为他们带路 能得到些粮食 李朝叛书金上县质问道 你可是朝鲜的百姓呀 怎么能给敌寇带路 老头一声叹息后回答道 我每年都会在此带路 无论是同胞 还是过往的蛮夷或者商贩 或多或少 都会给我些钱财和粮食 可是昨天 我为我们的君王带路 却连一颗小米都没讨到 李朝叛书金上县 听完沉默一阵之后 请求老子能带着孙女 和自己一起 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他会负责照顾爷孙两人 可老头却拒绝了 很快走到了河的对岸 李朝叛书金上县 一再请求老子 把孙女带着和自己一起走 可老头却连番拒绝 他只好拔出了刀 一刀结果了老头 李朝叛书金上县 为什么要杀死一名无辜的可怜老头 其一 老头亲口说 会给清军带路 这是他不能容忍的背叛行为 其二 少了一个带路的人 清朝的大军 想要度过危险重重的兵面 就会多一份困难 实际上 他更多的是容忍不了老头的背叛行为 而第二点 则无关紧要 十万大军攻打朝鲜 过河并不是什么难事 老头是死是活 是否带路 也根本无关紧要 镜头一转 此时 逃亡的朝鲜国王 带着文武百官和一万左右的兵力 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南山汉城 城中的铁匠 看见他们的王来了 这就印证了 蛮子大军打进朝鲜的传闻 此前 城中有一大半百姓 在听闻蛮子打进来后 纷纷逃走 老铁匠向外扫了一眼 看到国王的士兵 个个催头上气 每个人都没有带食物 也就是说 没有随军粮草 这又意味着 大王和数百名城子 以及数万名的士兵 要靠城中的百姓供养 城里剩下的百姓 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处境 不仅要供养大王的一万多人 还可能要为大王服兵役 去战场上御敌 同强大的清军作战 极有可能连小命都保不了 话说 朝鲜王朝的人祖李宗 安顺好之后 终于露了面 召集文武大员 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如何应对 接下来的危机 和清军谈判的逆朝判疏 崔吉明也在其中 逆朝判疏崔吉明 首先把谈判结果 告诉了朝鲜国王李宗 他说 清朝并无意攻打朝鲜 只想追问 朝鲜为何违背 当初缔结的兄弟联盟 指的是 九年前的1627年 王太极将朝鲜王朝打扶 国王李宗迫不得已 和王太极结成兄弟之盟 前面说过 当时的朝鲜王朝 自认为实力强大的大明帝国 才是靠得住的大哥 王太极算什么东西 所以表面上服软 和后金结成兄弟盟约 私下里仍旧和大明 没来眼去 当1636年 王太极称帝 并改国号为大清后 朝鲜王朝竟然不承认 所以王太极才清帅 十万大军杀了过来 要找朝鲜国王讨个说法 易朝判疏崔吉明 向国王转达了 清朝对于义和的要求 由于之前 朝鲜国王背弃过盟约 所以这一次 朝鲜王朝必须要拿世子到清朝做质子 也就是说 王太极怕朝鲜国王又不讲信用 要求朝鲜国王李宗 必须要拿自己的儿子到清朝当人质 只有这样 王太极才愿意讲和 否则就会攻入城内 从国王到平民 一个都不留 文武大员们 一心说 清朝竟然提出了这等要求 在国王面前 被吓得不敢作声 倒是王子 对着国王李宗说 为了百姓和父王 儿子愿意去清朝做人质 朝鲜王朝的领相 附和着说道 王子有如此的赤子之心 相信即便是去往清朝做人质 也能够平安归来 领相是仪品大员 相当于宰相 可惜这位领相 却是一个墙头草 没什么真本事 只善于又去拍马 国王李宗 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便直接询问 立朝判书崔吉明的看法 崔吉明是主降派 他认为城外的清军 骁勇散战 蒙古铁骑所向无敌 更有无间不摧 射程极远的红衣大炮 而且兵力 是城内朝鲜士兵的十倍 朝鲜的优势 在于南山汉城的 第四险要 一手难攻 但即便是清军不主动攻城 光是围困 城中的朝鲜军队 也会必败无疑 所以立朝判书崔吉明 主张答应清朝的要求 宋王子去当质子 以便让城中的百姓 免于清军的屠入 话刚说完 有一人大叫着推门而入 强硬的主战派 李朝判书金上谢 终于也赶到了这里 之前不敢作声的大臣们 全都附和李朝判书金上谢 朝鲜推崇的也是儒家文化 文官们的骨头都很硬 大多都是主战派 在有人开了头之后 他们才都表达了心中的想法 力劝朝鲜国王 不要把王子送去清朝做人质 墙头草李相 见主战派人多势众 也赶紧加入了主战的行列 主强派的立朝判书崔吉明 成了孤家寡人 立朝判书经上线 主战不是没有理由 他认为清军远道而来 以疲惫不堪 只要颁布杀敌赏金 武武士气 坚定决战的义子 就能以义代劳 把清军击溃 主强派的立朝判书崔吉明 则反驳道 敌众我寡 力量悬俗巨大 明明谈判人解决的事情 偏要置百姓于不顾 用刀枪来解决 这真的是为了国家 为了百姓吗 李曹判书金上线 则痛骂崔吉明 思想苟且偷生 把江山社稷 叫到蛮蚁手中 崔吉明不甘示弱 回击道 陈不怕死 大王可以砍下陈的头 但一定要把王子 送到清军军营 如果措施机会 恐怕清军 会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 金上线连忙插话说 大王倘若把王子送过去 清朝就会小乔大王 小乔朝鲜王朝 反而更有可能提出过分的要求 双方各致一词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国王李忠 一直不知道怎么抉择 干脆下令退朝 明天再重藏记忆 傍晚 主战派的李曹判书金上线 找到守城的武将 了解城中的兵力 到底有几何 在听完武将的回答后 就如同被破了一盆冰水 城内的士兵 年同壮丁加在一起 也不过一万三千人 而且粮草严重不足 就算清军不攻城 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自行崩溃 金上线还发现 守城的士兵 竟然在城墙上 燃起篝火取卵 这很容易暴露城内的军情 但也毫无办法 因为没有足够的衣物欲寒 将士们也只能这样 与此同时 逆朝判书崔吉明 则找到了朝鲜国王李忠 逆劝李忠 接受清朝的要求 把士子送过去做人质 李忠其实心里早就有了主意 那样纵然可以暂时度过危机 可一旦做人质的儿子 将来有什么散失 江三岂不是后继无人 所以李忠 万万不会冒这种风险 第二天 朝鲜国王李忠 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秘密让逆朝判书崔明吉 再去清军军营 和清朝的将领龙古大 再谈一谈 虽然求和的机会很渺茫 但他还是心存侥幸 另一方面又和大臣们召开会议 表明要和清朝战斗的决心 但将士们既缺乏食物 又缺乏郁寒的衣服 大臣们也没有像样点的意见 身为墙头草马屁精的领像说 食物可以省着点磁 至于天气寒冷也不用担心 反正敌人也在挨动 国王李忠听完大怒不已 敌人在挨动 所以我军挨动就不管了吗 这时有人提出了一条建议 把皇室中卿和官员们的衣服收集起来 给首位陈词的士兵们预寒 可这遭到了领像的否决 理由是被咽的草民 穿着皇室中卿的衣服 有损体统和皇室的尊严 国王李忠当然也不愿意 最后还是李朝判书经上线 给了靠谱的建议 那就是收集官家不用的草袋子 给将士们预寒 草袋子是用稻草编织成的一种垫子 后面大家会看到 镜头来到逆朝判书崔明吉这里 他已经到达清军军营 这枚带着去面见清军将领龙骨大 一路上看见清军已经安营扎载 兵枪马撞粮荡充足 士兵们杀鸡载流好不热闹 和城中的朝鲜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力相差巨大 谁胜谁败也早已有了定数 崔明吉见到清军将领龙骨大后 首先奉上了一箱白银 但区区一箱白银 就想收买王太吉 帐下大将显然不可能 崔明吉开门见三 说国王以前背信弃义 知道错了 但这次是真心与大清结为兄弟之盟 希望大将军能够海涵 放弃让朝鲜的侍子 做人质的要求 除了这一条 其他要求都可以答应 清军将领龙骨大 听完老鹿不已 立马拿着一把公鲁对准崔明吉 并用满语说道 如若不带着朝鲜侍子 就再也不要来到这里了 朝鲜国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崔明吉虽然面无俱设 但他也知道局势已经无可挽回 只能回去继续劝告朝鲜国王 请求国王砍下他的头 并将他的头和朝鲜侍子 一起送入清军军营 可见他确实一心想要求和 以免城中的百姓遭到屠戮 虽然是投降派 但也可谓是一片赤城之心 朝鲜国王李宗并不是昏君 当然不会砍下一个二品大员的头 但也不会答应清朝的要求 而是积极备战 他首先起了份最急躁 向城内的守军和百姓道歉 最急躁 表面上是向百姓道歉 实则是给士兵和百姓们打鸡血 这是古代所有君王都惯用的伎俩 当然仅仅给城中的守军和百姓 打鸡血还远远不够 朝鲜国王李宗还另外起草了一份习文 命令驻扎在南方卯座城池的秦王军 来此支援南山汉城 兵力大概也是一万多人 外援能不能到 就看这位武官能不能把习文安全送达 朝鲜国王做完这两件事后 城内的守军士气明显增加 每天都派出几十人在南山汉城附近巡逻 因为国王下令 只要能带回一个蛮夷的头颅 就立马赏白银三十两 被拉来扶兵役的小铁匠 也做着发财的美梦 如果干掉两个蛮夷 岂不是一辈子撕喝不愁 旁边的老铁匠这提醒他 你不要考虑能不能发财 先想想怎么才能活下来吧 话刚说完 背后的士兵重箭身亡 面对满人的大刀盔甲还有铁骑 朝鲜的火神枪竟然毫无优势 索性朝鲜士兵的武官 骁勇善战 最终还是打了一个大胜仗 快点 救命 救命 老铁匠在战场上发现了火神枪 在和满人骑兵对垒时 有一个严重的弊端 便特意大胆越急 找到了理曹判苏金上县 提出改进火神枪的要求 在说完原理后 金上县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 便答应了老铁匠的要求 当然老铁匠也是有条件的 希望他们兄弟俩不用再服兵役 理曹判苏金上县大役 画面来到清军这里 清军将领龙骨大是先锋 可即便是先锋部队 也有绝对的优势 可以必胜成立的朝鲜守军 但他却为什么围而不打 是怕兵力不够吗 当然不是 因为他在等一个人 那人便是御驾亲针的王太极 火神枪很快被铁匠改进 并专门制作了很多 可以抗衡满人大刀的武器 当外出巡逻的朝鲜士兵 再次遭遇清军的试探队后 效果一杆见影 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并斩下了清军五官的头颅 高高兴兴的回城 三四两银子很快就会到账 只不过在即将进入城门的时候 朝鲜的武将发现了一个小女孩 话说朝鲜国王听说打了两个胜仗 而且斩下了清军五官的头颅 顿时激动不已 整个人又有了自信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球员的席文是否送达 以及救援部队什么时候会赶到这里 大王喜惑捷报 心情特别好 当听说城外发现了一个小女孩后 格外开恩亲自面见小女孩 当听说小女孩是来此寻找爷爷 当即下令让城子们帮忙寻找 而且让以朝叛书金上县 负责安顿小女孩 但金上县的眼神突然飘忽不定 原来这个小女孩 就是他之前路过江面 那个带路老头的孙女 老头被他斩杀于对岸 小女孩不知情 才一路来到这里寻找爷爷 金上县将小女孩带回府上 吩咐下人为其洗漱 然后提供食物和房间 但他本人却由于巨大的内疚感 不敢直视小女孩的无辜眼神 时间一天天的过 城内的粮草几乎耗尽 就连战马都没有干草吃 一个接一个的饿死倒地 战马在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 大臣们随即向朝鲜国王上报 研究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理想建议 可以收集将士们用来预寒的草袋子 以及城中百姓房屋上遮风挡雨的干草 来当作马朝使用 理由是人可以用意志抵御严寒 但马不能用意志抵御饥饿 如果损失了战马 局势将会对他们更加不利 但这遭到了李朝判苏金上县的强烈反对 理由是马本来就吃得多 就算喂草袋子也支撑不了多久 而且马没有吃的不会伤心 可守城的将士和城中的百姓 本就缺乏欲寒之物 现在连最基本的草袋子都要夺走 他们肯定会伤心 导致军心换散 没有骂将士们可以战斗 但失去了将士们的心 还怎么和敌人战斗 从这里开始 朝鲜国王便有些昏头 竟然采取了领向的意见 把守城将士们预寒的草袋子 以及城中百姓房顶上 遮挡风雪的干草 统统给扒了下来 然后再用杂刀把这些草袋子切碎 用来喂给战马 你对我不仁 我也对你不义 守城士兵见朝鲜大王这样对待他们 他们也耍起了花招 随便捡一个死人 割下头颅 然后给头颅剃发流便 让其看起来像蛮夷的头颅 然后带回去情赏 只不过这位士兵有点倒霉 还记得之前带着大王的习文 去搬救兵的武官吗 他被清军刺探队发现杀死 而那名想冒充军功的士兵 捡到的正是他的头颅 被李朝判处经上线一眼识破 士兵三四两白银的赏金没拉到 反而人头落定 所幸清军并没有发现习文 朝鲜国王看着被找回来的习文 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难怪援军还没到 感情原来习文根本没有送出去 主强派的李朝判处崔明吉 忍不住的出来给大王泼冷水 清军的包围越来越紧密 大王要抓紧时间找人把习文送出去 再晚的话 南山汉城恐怕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李朝判处经上线也赞同崔明吉 形势危急 再不行动 习文恐怕真的送不出去 于是便揽下了送习文出城的猜事 他心中已经有了送习文出城的人选 那人就是铁匠铺的老铁匠 从老铁匠在战场上就地 以及赶越级来找自己改造火神枪这件事 金上线断定 老铁匠胆识过人 清军必定会严密监察 任何出入城的人 一旦被发现死路一条 送习文这种重要猜事 就需要老铁匠这种胆识操群的人 而且老铁匠是逃难到南山汉城的南方人 比任何城中的将士都熟悉线路 派他去再合思不过 金上线好说歹说 老铁匠才拿着习文上路 回去之后 已是深夜 小女孩依旧在房外等候他的归来 他基本夜夜如此 像这种穷苦人家的小孩 一旦你对他有一分的好 他便毫无保留的 把所有的信任真诚全给了理 金上线依旧不敢直面 楚楚可怜的小女孩 他故作冷落冰霜 但心里依旧十分内疚 为了维护皇室和国家的尊严 他立足同拥有绝对实力的清军作战 但无论胜负 又会制造出多少 和小女孩一样 失去父母亲人的可怜孩子 话说历朝判处崔明吉 自始至终都是头脑非常清醒的人 他知道无法劝降国王 于是便又出谋划策 刚好马上就要大年三十了 崔明吉请求国王 再派他去清军军营 不过不是义和 而是以过年的名义 带上美酒和牛羊 向清朝表示礼节 这样可以尽量在援军到来之前 拖延时间 传闻城外驻扎的龙骨大只是清军的先锋部队 崔明吉这次去的真正目的是确定王太吉所率的后续部队究竟有没有到达 这点非常重要后面马上会有说明 崔明吉带着礼品再次来到清军军营 并看到了这样一副景象 大批背负的朝鲜劳工正在制作长梯 显然清军在准备攻城 见到清军将领龙骨大后 崔明吉没有再提一和半个字 在一番无关紧要的客套话后 直接要求要以春节的名义 当面叩拜清朝皇帝王太吉 但被龙骨大直接拒绝 崔明吉由此判断 王太吉所率的后续部队很可能还没有到达这里 而且龙骨大对朝鲜使者所表达的礼节 并不领秦 没有收受任何崔明吉的节日问候礼品 崔明吉也没有做过多的纠缠 而是火急火燎的赶回了城内 并向国王禀报 王太吉极有可能并未到达 城外的清军并非有传闻中的十万之重 而龙骨大已经在准备攻城事宜 大王如果此时让城内的守军 和南方的秦王军里应外合 一起夹击龙骨大所率的清军 并非没有获胜的可能 崔明吉很清楚 清军还需要防备朝鲜背后的大明王朝 并不敢久留在朝鲜 一旦受挫就会退兵 但习文是否送达 援军何时能来还尚不明朗 崔明吉只能退而求其次 那就派出城内的一部分守军 展开齐席 烧毁清军粮草和营地 一样能起到重创清军的目的 让其不敢再次久留 这种方法非常可行 清军肯定想不到 残弱的朝鲜士兵敢来袭击营地 可结果昏了头的国王 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毫无军事素养的领相 准备了好几天后 领相选了一个风力极大的天气 准备去偷袭清军军营 身边的武官一再建议领相 今日风力极大 咱们等到天黑风停之后再行动吧 但领相却刚柄自用 声称敌人攻城在即 现在当务的每一刻都是在一物战机 随即下令让骑骑部队出发 可这些士兵一听说去袭击清军军营 个个吓得性惊胆灿 不敢前进 糊涂的领相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没有能力用言语激起僵尸的斗志 反而用杀一紧百的方式逼迫士兵前进 武将无赖只能带着骑袭部队出发 很快就到达了清军营地的外围 并继续朝着营地的核心进发 片刻之后如雨点般的炮弹便从天而降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红衣大炮射程极远 朝鲜士兵根本不知道清军的炮台阵地在哪 就被打得畅皇后退 由于风力极大 漫山遍野只有呼啸的风声 领相听不到战场的情况 并不知道骑袭的计划已经暴露 所以并没有鸣鼓收兵 骑袭部队便不能擅自撤离 只能依靠巨马的掩护 面对呼啸而来的满人骑兵 朝鲜士兵个个满脸聚射身体发抖 武官一再强调不要开枪 要等到对面的骑兵跑到足够近的时候 再一起开火 可有位士兵实在过于恐惧 提前开了枪 这导致朝鲜士兵的火枪手全部开枪 但却没有伤及任何一个满人骑兵 因为人家还没跑到火神枪的射程范围内 武官大叫着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可却被枪声所掩盖 再到一轮枪声停止后 他又大叫道 赶紧填装火药 赶紧填装火药 可现在风力极大 当士兵往枪口撒火药的时候 全被大风吹走 看完这些片段 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 为什么武官 一再请求领相 要在天黑风停之后再行动 满人骑兵冲到阵前之后 犹如砍瓜切菜 个别士兵由于恐惧 已经穿过树林 逃回了城内 武官看见后 知道大势已去 再次请求领相 该鸣鼓收兵呢 要不然整个骑袭部队 都会全军覆没 没想到领相不但不退兵 还要再派一批人马 过去以卵击石 武官人无可忍 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 越过领相 强行鸣鼓收兵 但为时晚矣 准备撤离的骑袭部队 被清军对至树林 全军覆没 晚上听闻兵败的朝鲜国王 脸色煞白 男人领相却把责任 全推给了武官 声称武官公然违抗军令 鸣鼓收兵 并阻止他派出救援 才导致骑袭部队全军覆没 如果再不严整军令 我们将不战而败 昏得头的国王听闻 竟然下令 军杖鸣鼓收兵的武官 并将另外一名 拒绝带兵救援的武官斩首 尽力的武官 让立朝叛书催极民明白 唯一战胜清军的渺茫机会 被国王亲手葬送 得知国王斩首五官的消息后 立朝叛书经上线 也颓然且无赖的躲在家里 眼下正在过大点 小女孩特意为他断来了年糕 可他却因为家国陷入如此境地 而忧心忡忡没有半点胃口 小女孩见他不肯吃饭 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既伤心又紧张 为了安抚小女孩 他还是拿起勺子 不过只喝了一口汤 过往前 几帝退忘了 今仁台就吃入第四季 几帝茫囧 数不在空 优杰死卡 吃入里面 你永远做到胭口 做得权的? 熟吃iner 瘨子吃完 击是 胖 剧情进入最为精彩的时刻 王太极亲率大军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夕 终于抵达了南山汉城 先锋大将龙骨大早已按据不住 要拿下南山汉城为王太极献礼 可王太极却说我牵你条条亲率大军来此 难道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城池吗 下面我来剖析一下 1936年清朝为什么会攻打朝鲜 王太极究竟是什么用意 这一年如尔哈茨刚刚称帝 并改国号为大清 大清狼子野心 真正的目的是彻底吞下大明朝 虽然彼此的八级军骁勇善战 大明王朝也千疮百孔 遥遥欲罪 但不要忘记 大明帝国仍旧是一个庞然大物 哪有那么容易被吞下 所以吞下大明之前 清朝必定会先消除大明周边势力的影响 而受大明影响 作为深重的朝鲜王朝 便是重中之重 大家仔细看 朝鲜文官的官服和大明的相似度 几乎有80% 王太极不是消灭朝鲜李宗王朝 而是想用武力让朝鲜王朝彻底臣服 因为消灭一个王朝会有另一个更替 只有让他彻底臣服之后 王太极拦下大明才不会有后顾之忧 这就是为什么王太极要求龙骨大 只能为而不打 王太极亲眼看见朝鲜国王李宗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来临前夕 率领百官 向着大明朝北京的方向叩拜 这分明是没把王太极放在眼里 但王太极却忍得过去 得知王太极到达南山汉城后 历朝判处崔吉明再次找到国王劝降 理由是王太极亲自到来 根本不是为了屠戮一座城池 而且朝鲜的背后是大明 王太极不会冒险在此停留太久 所以他请求国王能先写份文书 表达对王太极的礼遇 如此以来也许有机会和王太极谈和 崔明吉的确非常清醒 他知道王太极是冒着被大明劫诸后路的风险来到这里的 根本不是为了打仗 而是为了让朝鲜王朝臣服于他 要不然国王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 所以他一直在暗示国王理中 只有向皇太极臣服这一条路可走 但主战派李朝判处金上线却认为 君王之间理应隔着国界对望 皇太极没有文书就集结军队贸然来犯 已经非常无理 现在再让咱们自己的君王主动低头 朝鲜君王的尊严何在 国家的尊严又何在 双方各自一词又是争论不休 朝鲜国王不知道听谁的拂袖而去 随后主战派李朝判处金上线来到城墙边 此刻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秦王军上面 所以冒着风寒在城墙站了一夜 而主战派的李朝判处崔明吉 已经对国王做了最后的劝导 只能待在家里静静等待 话说带着习文出城搬救兵的老铁匠 花费十多天的时间故意绕路迂回 以躲避清军的视线 但还是被清军发现 最终他幸运的逃过了清军的追捕 将习文送达了秦王军军营 秦王军又耗费了十来天 将部队秘密拔至南山汉城以南 五十多公里的高地驻扎 时间刚好是李朝判处金上线 立于城墙的那一晚 可秦王军的将领和两位副将 却有着自己的算盘 其一一个铁匠送过来的习文是否可信 会不会是清军的阴谋 其二秦王军满打满算 也只有不到两万的兵力 纵然和南山汉城的守军 前后夹击清军 恐怕也不敌装备金粮的数十万大军 但习文上的印章又确实是大王的玉玺 不前去支援大王 万一以后被问罪又该怎么办 这时手下的一位副将 提出了一个歹毒的主意 如果收不到习文 那不就没事了吗 意思就是毁掉习文 杀掉宋习文的铁匠 咱们已没收到习文的理由 既可以安兵不动 又能避免日后大王追责 可惜胆士过人的铁匠 骨子里一点也不相信这些人 所以早就有了防备 逃脱了副将的毒手 副将在带人追捕铁匠的时候 恰巧被刺探军秦的一股清军发现 并跟踪 找到了秦王军驻扎的方位 在城墙上 守了一夜的 以朝判处经上线 忽然看见远复的山头 燃起了特定的狼烟 随后整个山头一片火光 但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刻钟 便熄灭 秦王军在营地毫无防备的一万多士兵 在红衣大炮的威力下 几乎全军覆没 刚好目睹这一幕的李朝判处经上线 瞬间信如死灰 他猜到远处山头的是秦王军 可惜被清军发现 全军覆没 最后的希望没了 在朝鲜国王还没向王太极发出文书前 没想到王太极 却向朝鲜国王发送了一份详照 让我们一起听听满语 优优人 进行 徒手 聖司 徒手 佃 我 你 年 还 busted 彼 逼 聆求不公� 得如说 我们请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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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uci mo Kholku nakuki zduro zi, ci sui wa ki buăm mi mou no adali o hoani torujiv baix zi, afan buiom mi mou hatsini toburi bi sini karamwatu cino ahkai alibura otorobu ullaki 王太极在信中表示 要朝鲜国王在正月十五月圆之夜 亲自走出南山汉城 山寇九拜 向王太极俯首称臣 否则就学习南山汉城 走拉造书的朝鲜国王被吓得脸色发白 此刻他怂了 明确向大臣表示他想活下去 现在咱们再来一起听听 主降派和主战派两方精彩的辩论 我这样子 那麽是否成为了 尊敬 这国是尊敬的国家 你不认识 尊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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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实际你 我 JK 我 神 真的 manufactured compensation 腿 你 日位 你的 所要 法 这 至 让 如果他曾经营救典, 即死你老为, 接下来的回头。 现在我将会有真相模式。 他将会被创成给人死亡。 我会被创成死。 这even时还会被创成了很久的时间。 这些也等于 этих态部分, 子哈尔子将会被创成达了。 现在。 把语言说要开放开 不然想进去 希望你会在这种语言之中的法律 所以是要开放开 那现在语言之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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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之中 will give it to your head 在语言之中 他想要死去死的事 我去想想要死去死的事 这座山里的文章是否有所谓的 我去金星光大官的名字 只要看你 所以 在我几个人之中 我认识是否则是否则 那 那谁说答案呢 恐怕 尘化了几乎 几乎死了几乎 尘化了几乎的答案 我认为是充滞的设计会 是开始败败吗 然后 사람�败 煤 优优优和看思绪旅行 将军的经论和语言 请旦非簿超乱的 Mus uniquely瑪 �ymph豫同还有哈冹 NR 这不是文章的文章算? 优优 明길의 문서는 살자는 그리 아니라 그러하옵니다 신의 문서는 그리 아니라 길이옵니다 전하께서 밟고 걸어가야 할 길이옵니다 지금 전하의 군사들은 추위와 배고픔을 견디며 죽기로 성첩을 지키고 있사옵니다 성첩의 군사들은 이미 추위와 굶주림에 기력을 잃어가고 있사옵니다 오늘 답서를 보내지 않으면 카네 대군이 성벽을 넘어들어와 세상은 모두 불타고 무너져버릴 것이옵니다 하룻밤이옵니다 하룻밤을 버티지 못하고 어찌 먼저 무릎을 꿇으려 하시옵니까 그 하룻밤에 온 세상이 무너질 수 있사옵니다 상어는 우뚝하고 신은 비루하며 상어는 충직하고 신은 불민한 줄 아오나 내일 신을 죽이시더라도 오늘 신의 문서를 카네에게 보내주소서 명길이 카네을 황제 배하라 칭하고 전하를 카네 신하로 칭했으니 전하께서는 명길의 문서를 두 손에 받쳐들고 칸 앞에 엎드리시겠사옵니까 무릎을 꿇고 술을 따르라 명한다면 칸에게 술을 따라 올리시겠사옵니까 전하 강한 자가 약한 자에게 못할 짓이 없는 것과 같이 약한 자 또한 살아남기 위해 못할 짓이 없는 것이옵니다 정령 명길이 말하는 것이 전하가 살아서 걸어가시고자 하는 길이옵니까 상원의 말은 지극히 의로우나 그것은 그저 말에 지나지 않사옵니다 상원은 말을 중히 여기고 삶을 가벼히 여기는 자이옵니다 명길이 말하는 삶은 곧 죽음이옵니다 신은 차라리 가벼운 죽음으로 죽음보다 더 무거운 삶을 지탱하려 하옵니다 죽음은 가벼지 않사옵니다 전하 상원이 말하는 죽음으로서 삶을 지탱하지는 못할 것이옵니다 명길은 삶과 죽음을 구분하지 못하고 삶을 죽음과 뒤섞어 삶을 욕되게 하는 자이옵니다 죽음은 견딜 수 없고 치욕은 견딜 수 있사옵니다 전하 만 백성과 함께 죽음을 각오하지 마시옵소서 한 나라의 군왕이 오랑새에 맞서 떳떳한 죽음을 맞을지언정 어찌 만 백성이 보는 앞에서 치욕스러운 삶을 구걸하려 하시옵니까 신은 차마 그른 임금은 받들지도 지켜볼 수도 없으니 지금 이 자리에서 신의 목을 베소서 무엇이 임금이옵니까 오랑새에 발밑을 기어서라도 제나라 백성이 살아서 걸어갈 길을 열어줄 수 있는 자만이 비로소 신하와 백성이 마음으로 따를 수 있는 임금이옵니다 지금 신의 목을 먼저 빼시고 부디 전하께서는 이 치욕을 견뎌 주소서 최종 최종 朝鲜国王李宗 믿悟 다소서 기조 이 부분 延迟 低促的文書 即便如此 历朝叛书崔明吉还是主动揽下了起草文书的事情 第二天便是正月十五 历朝叛书崔明吉又带着文书火急火燎的往清军军营赶去 一直等待到中午 王太极见朝鲜君王仍旧没有动机 便下令铺开红衣大炮展开攻城 陈尼的百姓 陈乡上的守军 以及宫殿里的师大夫们全都遭了殃 历朝叛书崔明吉旺忙回家 此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保护好被他杀害了爷爷的那名小女孩 所幸女孩缩卷在厨房并无大碍 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历朝叛书崔明吉快马加鞭 把朝鲜国王向王太极道歉的文书送达了清军军营 王太极于是下令鸣笛收军 等待着第二天朝鲜国王亲自向自己下跪 历朝叛书崔明吉特意找到历朝叛书崔明吉 谈论国家沦落于此 他们彼此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两人政见虽不同 但都是一片赤胆之心 两人都没有错 历朝叛书崔明吉的根本原则是 不能因为皇家的颜面 却让平民百姓经受战争的荼毒 做无谓的牺牲 历朝叛书经上线的立场也非常有道理 朝鲜在古代是弱国 其背后是历代强大的中原王朝 北方有蛮夷 南方有隔海相望的东宁日本 一位忍让 俯首称臣 虽然能度过眼下的危机 但日后也必定有其他强敌效仿来犯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人软被人欺 这时百姓总是免除不了战火的荼毒 所以他要求君王哪怕是死 也要维护民族尊严 目的是为了让外界看到朝鲜民族御敌的决心 当外界知道朝鲜是个蓝肯的骨头 临死不屈 当然不敢随意来犯 他认为这是能让整个国家避免战争 让百姓免遭荼毒的长久之际 晚上李朝叛书进上线 把心中放不下的小女孩 特意交给活下来的铁匠好好照顾 然后次日在家中自吻身亡 以死明治 而朝鲜国王李宗 冠上代表陈子的蓝色曹服 在历朝叛书崔明级的带领下 亲自走出城 向皇太极扶手称城 而且条件极为苛刻 必须要一路三跪九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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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到你卿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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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到你卿 你卿到你卿到你卿 卿到你卿 三百九的国土鱼 クコロ 技術 呆 利便 用 用 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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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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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